并且由于布施对象包含病魔 及很多其他魔类 因此能处一切障碍及病患 皎洁月光 灰光骗洒人间 一盏烛光照亮了法界 一切众生都得身心清净光明 佛陀在五卓二世点亮了光明的契机 这份明朗正映照在每个人的心上 因为我们所做一切功德 都能够回向法界众生 世界各地六道友情 所以慈悲就是供养佛 所以我们放生救命 就在救佛陀的儿子 满足佛菩萨的悲愿 所以这才是让诸佛欢喜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来到最后来到此地 那么做一个圆满的回向 所以碰到一个圆满的月亮一般 所以希望大家的心永远像圆满的月亮 佛教里面讲的大悲心菩提心 就是圆满的月亮 所以没有欲望 没有称恨 没有嫉妒 无所求 所以这个世间 不要在这个世间找快乐 这个世间找快乐必定痛苦 这个世间是我们慈悲奉献付出的地方 站在解脱道 世间是苦啊 穷啊 所以赶快出家 解脱三十 站在菩萨道 世间是一个种福田 慈悲付出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有福报 有威德 有威德 有智慧 有慈悲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就像你拥有最好的工具 拥有最好的车子一般 这些都是为了付出的 这个就是大乘佛教 所以我们这几天来 大家累积了很多的资粮 供养三宝 拜佛像 供养出家人 失时放生 就像刚刚我们大家 又去买 如果不去买 好像不够 所以越是大乘佳圆满 越多越好 千万不要觉得浪费 这是一种恭敬 一种信心 对佛的教法的信心 使物 布施给众生 除了真实的布施 又化为焉共的布施 双道保证 所以我们最后大家一起 回向个人的历代祖先 妻子父母 冤亲在主 更要回向所有被堕胎胎儿 所有动物道 愿以种种殊胜功德 回向西楚天然灾祸 如风暴 寒灾 水灾 或极易等灾祸 佛法上的修持 顺利无碍 现在我们要火化牌位 首先要烧消灾了 消灾了 烧完再来烧往生的 当朋友往生排位 当朋友往生排位 跨入空性 得享功德 同生敬服 无有业障 暴行 烧醒 开玩笑 加烬 小油 赞 disagreed 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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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 好 烹水 小油 小油 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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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方身 醉又不罷 醬了 慈悲之旅行程侍奉泰國九華摘節 三節 後來約三節 好原得知晚上十二點將有共三聖會 等月發新準備四式供樣植江甜 親境供樣三寶 當下遠離煩惱 處處理束服 得清淨心 也因此 生生世世与三宝 皆清淨善缘 功德无量无边 海涛慈悲基金会 散播慈悲精神 照亮社会角落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富佑 年长者 身心障碍者等 都需要被关怀 海涛法师于2019年 成立海涛慈悲基金会 秉持佛陀宏化社会 利益众生的慈悲心 积极关怀社会 同时致力于社会进化的工作 监狱关怀 校园讲座等 慈悲是佛道之根本 欢迎诸位大德 加入慈悲的行列 让慈悲的阳光 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暖化每一个众生的心 富池帐号 50416116 50416116 富明海涛慈悲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首歌兵医师 减出结理和减出结理的对象不一样 这小过的阁明镜面的人民众 要减出结理 如果是对国家回来的民众 都需要减出结理 民众在减出结理和减理的期間 都要尊重这几行完结 第一,老在大的地方 不能出去 也不能去坐公车或捷运 第二,每天都要记住体温和身体的状况 第三,因为要有自己的房间 不要跟别人离太晚 第二,自己到家里的人 都要过来洗手 不可以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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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不只会收到手机要快就通知 上官再会让人花100万喔 请不吝点赸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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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优优独播剧場 此世紀時 太北發現 釋迦牟尼佛的舍利 当時的人 将舍利放在白象背上 任由白象 寻找供奉舍利的位置 最后白象 行进宿铁山 便停下脚步 于是决定在宿铁山 见死供奉舍利子 取寺名为宿铁寺 寺前有一座290阶的阶梯 这是当时主要进入宿铁寺的入口 阶梯入口处 是当时发动建室的高森像 除了世界外 在寺旁另有一座缆车 提供民众更便利的方式上山礼佛 春龙寺的广场摘植了历史悠久的五游树 正盛放着难得一见的花朵 一旁供奉着600多年来 宿铁寺中的高森 宿铁中的高森像 佛寺中心是一座金色佛塔 供养了佛陀设立 因此常有各地佛教徒前来朝圣 从世界各方涌来的人群 同行在这里绕塔 点灯 拱花 香火缭绕中 呈现了法喜的氛围 就会有请不吝点赞 芥瑶寺 芥瑶寺位于清迈古城之北 建于1455年 以1477年时 曾有一百多位佛教高僧 在此举行世界佛教徒会议 室内栽种了来自印度的菩提树 并以菩提加爷正觉塔外形建四 建谣四的意思即为七座宝塔 是指主要塔座上面的七座小塔 又称七玄塔 七个尖塔代表佛陀顿悟之后 在菩提加爷度过的齐州 齐迈人相信这里特别是生肖属蛇人的守护圣地 因此供养了许多跟蛇有关的蛤石雕像 供养佛塔 供养菩提树 当愿众生富贵自在得正菩提 向好庄严 共有 当愿众生消除烦恼得大施灾 眼睛漂亮得大智慧 向好庄严 合理 合理 茶室宝珠衣 供养山堡 供养佛塔 好 经典说 能够修复旧佛塔比造星佛塔功德大 那哪一个功德像是修复旧佛塔的 供养佛塔 修复大塔